师父 弟子 弟子最近 心理压力很大 心态很容易崩掉 然后就很容易身体 也撑恨心 然后内心也很不安静 记住应该怎么做吗 第一 不要去执着于某件事情 盯在这件事情出不来 你就会有压力 明白了吗 是的 我把事情看得太重了 其实事情本身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是我有时候会忘记 神经病都是这样 你想做神经病吗 想啊 弟子不想做神经病 不想做神经病 不要去看得太重啊 精神病患什么 都是把每件事情看得太重了呀 所以承受不了心理压力呀 大脑思维出偏差 脑容量受到大量的损耗 然后针对某一件事情出不来 好了 对 脑残呐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想想了 如果你现在没了呢 人没了呢 还有什么可以了不起的了 人家的事情都小事情啊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大的 一个生一个死啊 你没死了 你什么大事了 听懂了吗 明白师父 感恩师父 傻的嘞 像你这种嘛 就是感情问题呀 还要我讲啊 明白 感情嘛 就是要放下来 放不下嘛 就是还是执着 放不下来嘛 就是还没想通 没想通嘛 就是执着呀 执着是什么呢 执着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 执 执着的 不停的 抓住他不放 叫执 执着是什么 看住他 人家说 左眼 左眼放 左眼这件事情 就是琢磨 就是一直盯住他呀 你一直盯住他 你痛苦不了 痛苦的 好了 对不对呀 你自己呀 感情问题 感情问题 不管是谁 该想通的就得想通 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人这个是高级动物 所以人伤害别人之后 还会伤害自己 这就是高级动物